5月1日韩国和澳大利亚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墨尔本举行2加2会议,韩国外长表示,希望各成员国接纳韩国为奥库斯第二支柱的合作伙伴,现在奥库斯有几个人呢?美英、澳日、新西兰,现在加上一个韩国,那还申请的毛线,和美国打个招呼不就行了? 只要你肯交会费,美国是不会不让你进的,又不是巴勒斯坦入联,只不过美国现在翻过来覆过去就这几个盟友,五眼联盟是美英、澳加薪,这七组合是美英加法的一日,现在又加上了奥库斯,美英、澳日,六个人宿舍七个微信群吗? 当年二战的时候,一个反法西斯同盟就包打天下了,当年冷战的时候,一个北约就调动诸国进退有据了,现在搞了这么多群,莫不是群主想换着花样收汇费吧? 知道,不就是反华吗?只不过好像美国的号召力出了点小问题,怎么翻来覆去就这几个货,实在不行就像去年的繁荣卫士一样,拉几个巴林、赛十二这样的小国冲冲数也行。 什么事都是这几颗烂散网这一处,让外人看见,还以为美国连场聚会都开不起了。 一、美国人的英招和日韩的算盘,现在在亚太,美国人就一直在是英招了,没办法,羊谋被挫败了。 2016年的南海危机,是中美双方最接近摊牌开打的时候,在最后关头美国耸了,狭路相逢勇者胜,而赢家是同吃的。 从那以后美国还把亚太当张牌,但是出牌的力度就越来越弱了。 帝国主义者是很傲慢的,动行的是能动手不动口,看看以前美国的军事行动,虽然从来都是纠河同盟,看起来声势浩大,但最关键的骨头还是要自己啃的。 不管是二战还是朝鲜,越南还是海湾,总要是美国人先冲上去,盟友们仗势欺人才敢一拥而上,都是千年的狐狸,谁活谁说聊斋,美国太军们不动,哪里有警备队和针基队上的道理? 现在问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们,真要他们真枪实弹的来中国海空军眼皮下走一圈,各顶各的都要腿软,只能按求北美菩萨,自由女神的保佑,培养战略定理,但好在昂撒集团的标准手艺,远程序幕也没有丢,就算是刀山火海,祸国殃民,美国远程豢养的这些附庸国的领袖们,也会毫不犹豫的将本国百姓拖入深渊。 二,日韩对华的血海深仇,我一直都在和大家谈现在的贸易战形势是怎么样的,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国美国在比比划画,但最后倒下的却很有可能是欧洲,日本,韩国,老大和老大交手,结果越打越壮,行业洗牌,老三和其他常委厂商出局的例子,简直不要太多,因为从根本上,中美贸易争端的实质, 是中国制造业和美国金融业在掰手腕,但说到最后,中美之间的经济基础都是全球化,美国借不掉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货,中国也不会嫌订单多。 当美国给中国的贸易限制,导致贸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,走私中国商品,就会成为一个国际间的大买卖,人往高处走,或往低处流。 没有人能拒绝一个产能现在占三成,将来可能占五成的产能超级大国,美国的岛爷们,可不会惯着华盛顿老爷们的政治幻想,毕竟利润在那里摆着呢? 就在今天,犹太财团还是拿着俄罗斯的油和中国的货,高价卖给欧洲,你们不是喊制裁俄罗斯和中国喊得最凶的吗?那你们是怎么有的中俄的好货?不会是从中国这买的吧? 所以当风险释放了,中美之间的博弈到达一个新阶段,就会达到新的平衡,说穿了中美间就是生产商和渠道商的博弈,争得是主导权,当年加拿大人把白宫烧成过黑宫,英国人试图分裂过美国,二战中美国把英国底库都扒光了,现在大家不还都是五眼联盟的好兄弟,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,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国家利益, 而日韩则不同,毕竟在过去的美国设立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中,日韩的生态位就是产能国,拿着贸易顺差给美国大人们提供价廉之优的产品,但是今天他们如唐币当车般,挡在了高端制造的中国制造仪面前,韩系车本来的特点就是便宜,皮适,然后被更便宜更皮适更好的国产车,基本逐出了中国市场,LG去美国建厂, 哪寻思在密歇根州迎面碰到宁德时代,愣是在北美找到了华东的感觉,长江存储努力在赶超三星,韩国石油化工企业面对中国的竞争也在萎缩,就哪怕是韩国的综艺娱乐节目,也被中国学到了九成九,新中国无愧于日韩,但断人才怒如杀人父母,他们国内对华的怨恨确实实打实的, 毕竟同行是冤家,褒贬的却是买家,中美征得是国家之力,而中日与中韩间征得就是产业之命,所以中国发展了,对美国来说顶多是没法吃香喝辣,白条世界的劳动成果,只是大哥变小弟,并不是活不下去, 但是对于日韩来说,中国如果继续产业升级,发展新制生产力,那要的可是他们国内财阀的命,而恰巧日本韩国都是财阀支配的国家,所以四舍五入,这就是要了他们现在这个殖民经济体的命,三日韩特色的半殖民地半垄断资本社会形态,日韩都是日据时代,没有经过任何社会改造,就直接扶持起来的政权, 实际上能接触到都有直观感受,日韩社会的等级尊卑非常明确,毕竟三座大山,那是一座都没有从日韩人民头上移开,帝国主义,封建主义,官僚资本主义,死死的勾结在一起,剥削着广大的劳动人民,而日韩的老百姓,普通人的生活水平,是很难称得上传统的发达国家的,甚至都比不上很多的发展中国家, 日子过得好的时候,还能靠着敌捐效应往中下层流点,可好日子实在是太短暂,定期的金融收割将日韩的国家命脉,基本都收到了华尔街手里,拼死拼活创造的产值都被太军们收走了, 每一个日本人,每一个韩国人,都是美国自由社会繁荣所消耗的材料,各顶各都是干电池,所以美国逼着日韩去赌国运,美国砍掉了日韩走另一条路的可能性,日韩早就身不由己,就像一百年前一样,只能自我催眠五蕴长久,苦难只有对于有纠错能力的人才是有意义的,才可能创造辉煌的, 苦难对于只能承受苦难的人来说,只有加重苦难这一条道,所以日韩的统治阶层,不断地向百姓催眠,我们只有跟着美国人打赢中国的一条道,只要能打赢中国,生产制造也就会回流日韩,只要能打赢中国,生活水平就会回归历史高位,只要能打赢中国,子孙可想万事之福,只要能打赢中国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 弟兄们给我赏,胆在冲锋,还是去做梦吧,梦里啥都有,可是美国强大的时候,跟着美国都做不到的事,跟着现在的美国,就做得到了,中高端制造也集中于中国,军工制造也集中于美国,届时能留给日韩的还有什么,天文数字的债务,还是满地的废墟, 日韩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,靠暗撒文明是摆脱不掉的,只有东亚板块重回华夏文明的体系,才有可能得到解放,对于日韩的一些政客来说,正所谓别看现在反华闹的欢,小心将来拉清单,华夏文明的圈子,最终要重塑东亚的格局。 谢谢大家